像我跟妳講這顆牛仔的 是我最近最喜歡的 我那個時候買是在蝦皮上面 蝦皮 我那天我在妝髮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 我好想要一顆牛仔的E9 我早早看網路上面有沒有人在賣 然後就看到這個人在賣 妳能不能等我音樂會結束之後 妳跟我來面交 這個包包16萬吧 妳是不是在蝦皮上跟人家買 哈囉 歡迎收看完美研究室 我是巴小玉 我們今天來到了台中 要開箱哪個迷人的家呢 妳們先看我這一生浮誇的裝扮 因為呢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名人 我是他的粉絲 我真的超期待的 妳們是不是很好奇是誰 我們現在就來敲門 要不要 喔 謝謝 謝謝 妳要這樣好奇 交到好奇 妳要這樣好奇 我真的超快有活 Silent 不要嚇到我鄰居 我心跳我還想住下去 太大聲了是不是 妳進來 我們進來聊 我跟你講 因為今天他們叫我什麼功課都不要做 所以我真的是完全都不知道狀況 我carry 我carry 好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是雙主持 對 我跟妳講 我們現在人就在我們全家最豪華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玄關 我們的預算已經用掉了 全部都在這邊 因為我們要讓來的賓客感受到 一進來就 妳家 ok 我知道妳家非常高級 妳還嚇人 客人來這邊他們喝茶吃飯都在玄關 就在這邊完全 咖哩飯是在地上吃的 所以我們這邊是用那些義大利進口的 還有這個有沒有 藝術妻 非常的art 因為我是一個 這叫藝術妻 怎麼可能 不可能這麼好cue欸 是不是在耍我 好啦好啦 妳真的 妳真的好好笑 收回來 等一下 我們現在的玄關這邊 有一個對我來講很重要的收納空間 就是鞋櫃 那個時候跟設計師說 江老師大概有一百雙鞋子 妳有一百雙鞋 妳有幾雙鞋 我大概就十雙以內包 那妳怎麼出門啊 我真的要生氣了 妳要跟我學學 這個鞋櫃呢 我看我看一百雙鞋 也不到啦 哪有一百雙 唉呦唉呦 我跟妳講 還有一些在舊家 還沒有引過來 請問這個的另外一半在哪裡 就是 這只有一隻 因為另外一隻在舊家 沒有關係 就是下一次再穿就好了 我跟妳講 最近老闆上我可以記得 這是兇氣吧 因為他討厭的男生 就直接這樣穿他 然後他就直接流血 這個上面全部都是頂子 老公對於你的穿衣風格 是有任何意見嗎 他非常喜歡我 他從頭到腳都就是完全自愛 然後這個是那個Aquazura 它是一個義大利的品牌 我覺得今天店很適合穿這雙欸 這個很適合像那個灰姑娘啊 玻璃鞋那樣 對 上台 Boling Boling 你就穿這個然後踩他板 這樣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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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家就一直問 上身材很會打扮 這鞋子在哪邊買 哇好好看喔 可愛嗎 有個珍珠 妳都覺得太大了 對啊 這個是夜明珠吧 這個不大怎麼看得到 這樣多少錢 妳講錢就服氣 因為公公婆婆我在開 可惜 公公婆婆 好啦 拿掉三塊 這樣我先錢去買 喂 他會幫我冰掉嗎 快 不是 公公婆婆婆我開玩笑的啦 公公婆婆開玩笑 這個呢 這個呢 是 很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阿絕會用聊什麼 哈哈哈哈 這是夜心耶 婆婆妳看一下我穿動標 妳就會原諒我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們趕快 把這些東西收起來 這些俗物 他是家裡的支柱嘛 對 神算的支柱 核心人物 對 那我們趕快進來看 我們 先上 先上 剛好婆婆在看 男人不需要搭配這麼多 所以 好了 我的哲學是這樣子的 兒子跟老公就是這樣 一個人大概三雙就差不多了 或三到四雙啦 你的邏輯 三雙哪三雙 我跟你講 拖鞋要一個嘛 涼鞋一個嘛 然後就是球鞋 這個博肯是 我們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他就有了 然後這幾年來的照片 大家都發現 我老公都穿同一雙鞋 你說這雙都沒有壞 因為他會一直去換底 因為他是處女做 博肯可以換底 他只換底 不用買新的 因為只換底他就說 我覺得這樣子就很棒啦 你看像一雙新的一樣 對阿我也覺得像新的 你就換吧 可以可以借雙拖鞋嗎 可以來來來 歡迎光臨 我看一下 我目撤一下你的腳 長得很高 你幾公分 小姐165號 167 好那我給你擦了 謝謝 來 是新的 本來是給老公的 但現在是你的了 來 怎麼不好 來 來 麥下麻西 Ama 等一下 會不會太 太 像這樣色不合 現在家裡呢 就是要擺一些這種 假批假批的 小物 這個很便宜 你知道在多少錢嗎 兩千 就再來一個 一百塊吧 大意 在哪裡 Shopee 我跟你講我等一下賣場我轉一下 我再轉給你 好便宜耶 是不是So cheap 然後你家裡就是有個空曠的空間 你就擺一下就質感 level up 請問一個家的鞋櫃附近怎麼會出肉鬆 位置在座人的靈活運用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它會出現在這裡 有可能你想出門的時候你肚子很餓 你就可以塞個肉鬆啊 我跟你講這肉鬆超好吃 怎麼樣 雖然高雄的阿姨叫我不要再推薦 她說那個阿姨做的很累 好快喔 好香喔 大家要不要吃 有沒有空嗎 咖哩飯是在地上吃的 你知道我家幾瓶嗎 25瓶 我跟你講就是因為那麼小的時候呢 他就跟我說他要做個中島 我想說都沒有地方可以走路了 你為什麼還要做中島 對 這樣不是可以來可以去 你能走去哪裡都會撞到住址啊 不行嘛 但是他說江老師我跟你講這個中島我很堅持 你一定要做你會喜歡的你要相信我 結果你真的有喜歡嗎 還到爆 重點是這個挖空 挖進去怎樣王美牆 喔 你看看誰喜歡哪一本書怎麼會放這個 放這種書我平常都放這種書 你知道我 可是那還沒有拆耶 我最近比較忙 就是要拍這個東西我還沒有時間看 不行喔 奇怪 那這幅畫也是自己選的嗎 是人家要送我的入錯禮 就是這個大老闆他就說 你新家落成然後就是送給我這個畫 然後就給我看幾幅 然後我就自己選了這樣 結果你知道這個多少錢嗎 是喜歡 OK我們現在去下個地方 真的實在太喜歡了 下個地方就是客廳 你家十一還蠻一目了然的耶 因為小而巧嘛小而美 但是所有東西都在細節裡 我喜歡淺色然後感覺比較明亮 然後一大早起來看到這片美景就覺得 神經氣爽 然後再來是因為我很喜歡圓弧 我覺得比較多圓弧 真的耶 比較多圓弧你就不會覺得那麼銳利 看我們現在就想找那個什麼威力在哪裡 還有哪裡有圓弧呢 請巴鈺告訴我 那個鐵架也是圓弧 哇喔 電視櫃旁邊麗麵牆也是圓弧 哇喔 冷氣上面那個洞洞也是圓弧的唷 沒錯你看看 這個家到處都是圓弧的唷 又來了嗎 是江老師的主事 歡迎光臨來到這個完全沒有荷爾蒙 以及費洛蒙的主臥室 我來看一下 欸 欸 沒有問題 這個還沒有 他們要知道嗎 沒有沒有我在開玩笑 我的意思是說 對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來看一下 這個主臥室 我必須說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這個 長紅玻璃 為什麼要用這個就是因為 假如說空間已經很狹小了 因為其實它這個臥室沒有很大 然後如果你有這種比較透視感的東西 你就不會覺得這麼窒息感 對然後是我老公的衣服就是這個 對然後是我老公的衣服就是這個 要看一下老公的衣服嗎 我覺得可以看一下 會不會跟剛剛的鞋櫃一樣 sad 會 如果你會怕sad 你就不要打開 因為會真的會很sad 可能會比現在sad 我們看一下好了 老公 都還在救我家嗎 沒有就sad的全部 這一區這一區 全部都是吊嘎 對啊 我老公是一個只穿吊嘎的人 他平常 你平常穿這樣 然後他穿那樣 對我也是跟他說 那你至少要穿個有袖子的吧 所以就有袖子 可是他沒有西裝嗎 沒有沒有他沒有西裝 他不穿西裝 我跟你講簡單介紹我老公 他就是一個不需要束縛他的男人 就是不能束縛他 以前我們交往的時候 曾經去吃過一次法式料理 然後呢吃完之後他就跟我說 他說我們不要吃這個啦 相當很不划算耶 吃了只有一個人這樣900多塊 吃不飽 900多已經很便宜了 他跟我說總 那我們現在去吃泡麵還是空洞飯 我真的討厭他這樣 臭男生 那你們這樣子不會因為真的吵架嗎 沒有關係我就跟我姐妹吃就好 不用浪費錢叫他食材 那我現在 先拿出我所有香奈兒的收藏囉 其實每個包的型都差不多 你只換顏色而已 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在這樣我要生氣了 你手上拿三個包全部都不一樣 我最討厭 你都在哪裡買包啊 我會在什麼媽媽社團的一張 我覺得說我喜歡這款包 有沒有媽媽有 然後可以賣我 或者是我看到有人賣二手 我會去買 這樣子安心嗎 這個 你有假包嗎 可是我覺得因為我自己 已經有買過幾顆了 然後所以我自己覺得 我算是能夠分辨 因為我很多貴婦朋友 他們有時候也會有二手包要賣給我 有一些我就買得很便宜 像這個 好你說 好 你說 六萬 六萬可以 好我買 不是 沒有你的事 因為你知道這一款 現在大概27還是30吧 所以增值了 2.55嗎 那你會轉手賣出去嗎 不會耶 都很愛嗎 都很愛 像我跟妳講這顆牛仔的 是我最近最喜歡的 因為它這個皮 就是它這個是軟的 很軟的布料 所以它可以擴充 這個可以放進長家 手機 然後補妝的東西 然後鑰匙 就是那些基本東西 這一個是香奈兒的E9系列 絕對裝得下 那這多少錢 這 花多少錢 我那個時候買是在蝦皮上面 蝦皮 蝦皮 我跟你講 我那天我在裝髮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 我好想要一顆牛仔的E9 我早早看網路上面有沒有人在賣 然後就看到這個人在賣 然後我就蜜他 我就說欸 台北可以面膠嗎 他就說喔可以面膠 我說我在成品音樂廳 你能不能等我音樂會結束之後 你跟我來面膠 所以我就在那個 櫃台那邊 就是一直領錢 ATM那邊 那一次可以領五萬 我就一直 五萬五萬五萬 然後有些剩下的用LiPay 然後就把它湊一湊 然後就可以 來那些包包 這個包包十六萬塊 可是是在蝦皮上跟人家買 我問他說你為什麼要買 而且是全新 他說當時這款很難搶 所以他請兩個sales都留這款包 所以他兩邊都買到了 他又不好意思不付錢 那這款 我不敢在網上買名牌包欸 我不敢 我覺得那個真的也是要看 緣分 緣分跟運氣啦 你是不是不太懂包的故事 我不懂啊 我沒有名牌包啦 這個叫19 因為它是2019年初的一個包 然後它是拉格斐 就是那個香蕾爾 所以它已經過世了 但是它過世前的最後一款 所以算是一個絕響 所以這一款包就變得超級超級紅 那它紅有幾個元素是 除了它非常好裝之外 通常香蕾爾的包包最經典的 像這種CFO 但是它看起來是不是太優雅 那很多人會覺得 有一點距離感 就我會覺得正式場合才能背 可是19 它有一種比較休閒感的感覺 然後它這個皮穿的這一個logo 也是它很大的一個特色 再來是 它的這個鏈條看起來比較粗獷一點 所以如果你是穿休閒風 你也可以搭配它 所以它實用性很高 然後再來介紹一個 這是香蕾爾的第一個包包 因為這款大家都一定也會想收 真的喔 你是香蕾爾玩家的嗎 這個也是很有 不要 什麼都要用 我喜歡筆的味道 對 然後但是這一款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看它沒有雙C的logo 有沒有 對 可是這樣不是很低調嗎 就是偏低調 所以有些人 他如果喜歡低調的款的話 這個是很經典 它叫2.55 因為它是1955年的2月發行的 所以有2跟55 這個裡面這個是一個 有點像棗紅色的 對 那這是香蕾爾女士 她小時候孤兒院的制服的顏色 你怎麼知道這麼多故事 這邊 還有一個小拉鈴有沒有 放什麼你知道嗎 放情書 它不是只是個設計而已 不是我精神都注入在這些作品裡面 但是我還是有買到覺得雷到的 有雷嗎 雷 什麼 這一顆 很漂亮欸 很漂亮對不對 它很香蕾爾欸 它就是一個騙人的小可愛 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沒有毛泥款的 其實毛泥款的包包也是 毛泥也是香蕾爾非常經典 其實很適合你背啊 真的太廢了 對我來講的廢包是什麼 是什麼 手機放不進去就是廢包 我個人是屬於還是想要有 實用性為主的女人 欸 你知道嗎 這個故事是什麼 什麼 這是一個香蕾爾的短假 我這個人是不用短假 我都用長假 可是為什麼這個短假 因為我買了它 它長假進不去 我就不知道怎麼辦 那我怎麼出去 你就為了它再買一個短假 對 我跟你講我後悔了 因為我放進去短假 你看到沒有它什麼也不能放 連一支口紅都進不去 好滿喔 就是直接結束了 你為了它 你為了它 你再買一個摺疊機 Samsung的 我覺得你很有道理 對你就為了它 其實你真的是有道理 這樣就用得了了 好吧 那這個包瞬間復活 對啊 各位朋友來了 我唯一一顆愛瑪斯的包包 好大喔 有沒有很漂亮 這個是Lindy 30 30其實有點大 對我這個身高來講 因為我才155公分 直接送我就好啦 欸 也沒有這麼 我是麻煩的 沒有我的身高 剛好很大那個 我不好意思我裡面還有其他的包包 來當包包 它真的能裝超多超多東西 它內容量很大 對 那這一顆就是 因為這個櫻花粉 我非常的喜歡 所以那時候他就是 他自己配或配了好多東西 然後他也有買好幾個包包 他就說這個他完全沒用過 他不喜歡 然後問我要不要用 然後我 多少錢 多少錢 不然一般要多少 市場上 除了這名牌包之外 我當然覺得有一些是 小資族會喜歡的 然後有一些 什麼 比較效果類型的包 也是我常常會使用 什麼效果 這個超可愛 你一定會喜歡 超可愛 超浮誇耶 這個是Kate Spade 然後他的情人節限量款 然後呢這個是 那個Mark Jacobs的粉紅色的一個 也是小小的包啦 但是他也是只能裝短夾 可是 這樣子的包如果你只是出去 然後搭配衣服的話 也是看起來很別緻 好的 那我們就要在名牌包堆裡面 來做一個Ending囉 對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9月號的 人我最大的 封面人物 是 吳康仁的貓爐回憶 就是吳康仁的帥哥 吳康仁 希望有機會 我們可以跟他合作 那想要了解更多朋友 一定要記得到 女人我最大的官網喔 謝謝大家的收看 白美女老師 下次再見囉 拜拜 謝謝老師 夏寶玉 妳平常穿衣服就是這樣嗎 一點都不低調耶 不會啊 我前幾天才穿啊 哇塞 那妳咧 我前幾天都講了 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欸 欸 男王 欸欸欸不是喔 我現在 我先去看起來 拜拜